3 2 1 屏東宣展周春敏與來賓們 一同啟動2024屏東夏日狂歡季 包括親子遊樂園、怪獸訓練所 還有入坑美術館及一系列精彩大型表演活動 正式展開 邁入第三年的屏東夏日狂歡季 今年選在聚工業遺址獨特地景的 宣明公園舉行 以怪獸為主題重點 增添公園的奇幻魔力 周春敏引領民眾參觀各區 歡迎全國朋友一起到屏東過暑假 我想屏東的夏日狂歡季 已經是非常非常小朋友暑假期待的品牌 那我們今年來到宣明公園 然後我們邀來了阿勒 我們這個藝術家 幫我們創作的紓壓 大家壓力都很大 這個暑假大家要清清涼涼的 快樂的過一個沒有壓力的暑假 包括大型紓壓 北海小精靈及地坑等各式怪獸 成為最佳拍照景點 夏日狂歡季與藝術家阿勒合作 打造入坑夜間美術館 展示阿勒皮面及立體作品 讓活動更加精彩 屏東有這麼多的活動 然後還有一些遊樂設施 然後還有一些很酷的鴨子 對 紓壓 就是很讓我們可以紓壓的感覺 夏日狂歡季好拍又好玩 其中親子遊樂園 多項遊樂設施通通免費玩 讓大小朋友都嗨翻 因為它的遊樂設施很多 那我們也住在附近 那小朋友都很喜歡這裡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很少有這種設施 對 然後偶爾有這個 其實小朋友玩得也很開心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帶小朋友出來放電還不錯 除了戶外的設施和藝術裝置 縣府特別打造怪獸訓練所 透過沉浸式光影展 帶大家進入怪獸世界 這也是夏日狂歡季必參觀重點 縣府表示 夏日狂歡季從即日起 至8月25日下午3點到晚間9點 每週二為活動修整至園區正常開放 週末還加碼風格試騎 街頭藝人表演 及免費的遊園小火車等 將泄民公園變身為大型的 狂歡遊樂園 要吸引各地遊客到屏東 帶動暑假觀光人潮 記者張如英 劉建榮採訪報導